大家好,欢迎来到吴家美食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四川泡菜炒五花肉 在上一期教大家如何制作四川泡菜 这是四天后泡好的泡菜 我们将包菜捞出 切丝 泡红萝卜切丝 泡小米椒切丝 准备姜片蒜片 葱段 五花肉切片 将五花肉放入鸡精 食盐 老抽 搅拌均匀 起锅烧油 油热后放入五花肉片 用筷子将肉片在油锅划开 一分钟后捞出控油 起锅烧油 切好的泡小米椒 蒜片 姜片 姜片 泡菜丝 翻炒 少许食盐 鸡精 翻炒 炒至大概五分钟 五分钟后放入肉片 放入葱段 翻炒 炒匀后即可装盘 这个菜 酸菜 酸辣爽口 五花肉 肥而不腻 四川泡菜 炒五花肉 谢谢观赏 记得点击关注